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人人都希望能够过上安稳富足的好日子 所以一些人想方设法地想要离开 一些人想改变命运 却走上了不归路 世事无常 残酷现实 人性难辨 就像那片宽广无边的沼泽地 看似风平浪静 实际暗流涌动 塔德罗和胡安奉命来到一座偏远的小镇 调查一起少女凶杀案 由于车子坏了 晚上才能赶到小镇上 在吃饭的期间 当地的警察向他们介绍了案情 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有人看到他们上了一辆汽车 随后就消失不见了 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还是没有线索 随后两人来到娱乐场 玩了一圈 顺便讨论了一下案情 第二天 他们就开车来到了女孩家里 进入女孩的房间 查找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什么 就问了女孩的父母 父亲说 他们把存折给带走了 随后觉得帕德罗问题有点多 父亲就有点不耐烦 掉头走了 他们的母亲临走前 偷偷交给了胡安一封信 还说不能让女孩的父亲知道 两人回到车上 打开了信封 是一节胶卷的底片 接着 两人来到了他们曾经的学校 询问了一些同学 也没有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随后就来到了一个目击者的家里 确定了女孩所乘坐的汽车类型 正当帕德罗和胡安要去别的地方调查时 被一个男子拦了下来 说带他们去见一个巫师 来到巫师的船上 巫师告诉两人 说女孩们去过一个牧场 随后就盯着胡安不说话了 胡安问他怎么了 巫师才缓过神来 说没什么 两人马不停蹄 趁着夜色来到了牧场 发现了女孩的钱包和袜子 四日带上一群人 对牧场周围展开了寻找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发现 还是一无所获 这天 一个过路的司机下车小姐 无意之中 发现了两个女孩的尸体 帕德罗和胡安赶紧过来查看 正是他们要找的女孩 记者的消息也够灵通的 胡安就不让他拍照 把记者给打发走了 上司为了不让村民过度恐慌 就要求两人尽快破案 晚上 两人回到旅馆 胶卷冲洗了出来 他们看到一个手上 纹着三角符号的男子 在虐待受害的两个女孩 凌晨 两人被服务员叫醒 说一个醉酒的男子找到了他们 男子向他们说 自己的女朋友被人杀害了 接连的杀人案 让两人压力很大 又是一天 两人在处理醉酒男的案件时 意外发现 受害者都有一样 一本东西 就业手册 来到醉酒男女朋友的家里 发现一张照片 上面是三个受害女孩 和一个小伙的照片 随后他们就跟踪小伙 小伙带着一个女学生回家了 他们抓住了小伙 就问了他关于受害女孩的事情 他都说不认识 因为交往的人太多了 塔德罗 独自一人来到了记者的家 想让记者 从胶片上找到点线索 两人来参加了受害女孩的葬礼 女孩母亲 又向两人透露了一个秘密 说在她丈夫的车里 发现了女孩的存折 说完就赶紧走了 案子变得扑朔迷离 没有头绪 难道是女孩的父亲 把他们给杀了吗 他们来到女孩家 刚开始 女孩父亲还有所隐瞒 随后胡安碰揍了他一顿 他才说出了事情 原来两个月前 他认识了一个毒贩 他把毒贩的钱给私吞了 毒贩就要他还钱 怀疑女孩被杀 可能和毒贩有关系 两人就一人负责一个 胡安负责监视小伙 塔德罗负责寻找毒贩 没想到 胡安在监视小伙时 被人偷袭了 他们找到和小伙约会的女生 可是女生不愿意多说什么 就在临走前 他们在电话线的盒子里 装上了监听器 随后再次来到了巫师的船上 原来毒贩要找他们 希望他们不要再派警察盯着他们了 毒贩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杀人 还向两人提供了一点其他的线索 临走前 巫师告诉胡安 死亡在等着你 胡安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胡安一直就有病在身 回到旅馆 胡安正在整理监听器的内容 突然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条 胡安打开门 发现什么都没有 纸条上写了一个地址 胡安来到相约的地方 出现的竟是女孩母亲 他告诉胡安 事情和小伙儿有关 还有小伙儿带来一个神秘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和小伙儿约会的女生 告诉他的 帕德罗这边 晚上开车回去 意外发现了悬疑车辆 可是人家也是够狡猾的 最后还是跟丢了 胡安通过电话的录音 找到了一家旅馆的老板娘 老板娘起初还遮遮掩掩 不愿多说 在帕德罗的威逼之下 说出了神秘人的吓人 此时外面下着庞陀大雨 他们不顾危险 赶到了神秘人的落脚点 没想到神秘人逃跑了 他们开上车就追了出去 陆太华汽车陷进泥里 开不出来了 两人就从小路追了过去 不料胡安被打伤 帕德罗也受了伤 神秘人就把他拖了出来 胡安艰难的站起来 拿了一把小刀 来到神秘人身后 对着他就是一顿乱刺 神秘人倒了下去 掉进了河里 最后小伙儿也被警察带走了 影片节奏张弛有度 看似缓慢 实则暗含激烈的矛盾冲突 特别是夜晚追车 和最后大雨天的两场戏 为影片添色不少 线索看似凌乱 实际上却整齐有序 而且一个一个悬念 也出现的恰到好处 没有浪费的镜头 和无用的细节 最后虽然给观众揭开了谜底 但是在戏中却是不了了之 胡安作为前法西斯 实际上也是更大的恶魔 但他恶化的健康 以及皮特罗所表彰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的 暗喻了一个兴许 会更加光明的未来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蒂 咱们下期再见